低头祷告 现在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我们可以去学习 这些教训从主耶稣那里 从福音这里来帮助我们 去面对疑虑的这个问题 我们也求祢可以赐福于我们 在今天早晨的这个程度 帮助我们去坦白的 去面对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可以自由的 去带着信心去活出 带着确信 在主里的信心去活出来 奉主耶稣之名祷告祈求 阿们 很多人呢 他们会去挣扎关于疑虑的这个问题 当然我们知道呢 多玛呢 他就是其中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 他具的一个故事 这个疑虑的这个问题呢 已经很久了 只是他没有封出台面 所以主耶稣需要去面对这个 去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疑虑的问题不是 短时间内可以走的 他还是会在那里的 他不是这样子就腐烂了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要去面对他 所以我们要去面对他 不然呢 我们这信心会被他给侵蚀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挑战 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 这个我们以为他最不可能疑虑的人是谁呢 就是施洗约翰 我们来看一看 马太福音第三章 你看他的生命 他的支持 他是非常有自信 非常清楚的 他不是一个 你会把他形容成一个 在信心里面柔弱的一个人 现在我们来看 看这些人 所以我们看 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一章 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 在犹太的旷野传道 这个就已经告诉你了某些事情 你要在旷野里面去传道 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地方 一个舒适的地方 对吗 你没有广播机 也没有舒服的地方 让大家坐下来 你要去挑战的是很多的 所以是非常困难的 你要在旷野里面去传道 这已经是很困难的 这已经是很困难的了 可是他却在那里 他说清楚地说 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回开 所以他非常清楚 关于他要传的信息是什么 非常清楚 关于圣经里面所说的 他就说 第四节 他不专注呢 他自己的这个外表 他的专注是什么呢 他的专注是关于他的这个号召 然后去预备主的道 所以那时很多人被他受洗 承认他们的罪 所以你看他看到那些法利赛人和撒独改人来 受洗就对他们说 毒蛇的座位 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 你们要结出果子来 比悔盖的心相敬 所以他不是随随便便就去为人施行 如果他没有看到这个悔盖的心 如果他看的是虚假的 那么他也会指出来 他会指证说他们是毒蛇的种子 所以这就是约翰 这是他的事工 他会很坦白地去说 他也会去传道 在11节 他告诉他们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行 叫你们悔盖 但他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 他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 他要用圣灵给你们施行 他说到的这个就是主耶稣 所以他非常清楚知道谁是主耶稣基督 他非常确信 他知道他未来 这就是他在主里的信心 他手里拿着脾气要养进他的肠 把麦子收在上面 把康用无灭的火烧尽了 所以不只是原谅了这个罪 赦免了这个罪 而是结尽 如果你把倒垃圾 垃圾还是在那里 罪的赦免是从神而来的 如果你的信心没有被 罪没有被解禁的话 那他还会在那里 这就是主耶稣基督 他来做的是什么 所以这就是他的工作 他学你是悔改 你要去结果是 你的心会谦逊 你的心受到责备 然后你会悔改 因为你的罪而懊悔 然后你会求赦免 圣灵的工作也会来到你的心中 他就如火 以后拿着脾气 养进他的肠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关于圣灵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他让这些信徒们 他们被解禁 然后被神圣 这个解禁的工作 是说他的这个心的这个契约 这个神的这个工作 是谁的工作呢 是圣灵 让你去悔改 让解禁 所以约翰他非常清楚 这就是他的信心 所以我们不能以为他只是 叫人悔改 然后就没有再说到任何东西了 他传的是神的话语 讲到圣灵 还有讲到主耶稣基督 第十三件 当下耶稣从加利利买到约档河 见了约翰要受他的信心 他有没有知道公语的所有的这个知识 当然没有 他还在学习的道路上 所以呢 他对主耶稣是非常诚敬的 他知道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他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能力比他更大的人 他连提他的鞋都不配的 所以这就是约翰当时的心态 所以耶稣过来告诉他说 要他帮忙实行 所以约翰那时候 他对这个实行的这个了解 没有太完全 他知道这个实行的这个工作 他说呢 是预备这个人 然后被罪失了 去洁净这个人 所以他不明白 不明白主耶稣基督 让他这样子做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耶稣就回答他说 你暂且许我 因为我们理当这样 尽主般的意义 当然于是约翰许了他 主耶稣的这个受洗呢 不是关于所到的悔改 受洗不只是这个人的悔改 这就是 耶稣他更高 你看这里 耶稣受了洗 16节 随即从水里上来 天忽然为他开了 他就看见神的脸 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 从天上有声明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这就是他的成为祭司的这个开始 你看约翰看过了这些 他非常清楚 他会告诉他 这是神的高梁 这是神的高梁 他说到的这就是主耶稣基督 所以他的了解 他的知识 他是非常确信的 非常勇敢的 可是你看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时候 马太福音十一章 第一节 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 就离开那里 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 所以这里呢 就告诉我们 你被指示是多么的重要 因为如果你没有被指示 你看你就会这样子 约翰他有他的事工 他非常的确信 非常的刚强 对的那时候是这样子 所以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子的去指示 教导他的门徒 因为如果没有的话你看 疑虑就会出现了 约翰在监狱听见基督所做的事 就打发两个门徒去 问他说 问他 当然这个门徒是 那将来 那将来的是你吗 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所以这是非常挑战的 看到这个疑虑的时候 马太福音这里呢 没有仔细的去说到 他的细节 可是马可福音里面呢 这里有说到 马可福音第六章 我们这里有说到 这个 诗习约翰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马可福音第六章第十六节 这里呢 我们在十五节这里看到 伊利亚呢 他是一个 先知 诗习约翰就如他一样 然后呢 这里十六节 西律听见却说 是我所长的约翰他复活了 先是西律为他兄弟菲利的妻子 西罗帝的缘故 西罗帝呢 西罗帝呢 他就是西律的弟弟菲利的妻子 他 这个西律呢 和西罗帝呢 他们之间呢 他就娶了这个女人 你是那里的王 他是那里的王 西律是那里的王 可是呢 他却与他弟弟的妻子 有了这个婚外情 所以 约翰呢 就跟西律说 他就 就 告诉他说 你娶你兄弟的妻子 是不合理的 于是呢 这个西罗帝呢 就怀恨他 想要杀他 只是他不能 因为呢 约翰在那里是非常被尊重的 所以呢 他就 他就计划 对西律知道约翰是义人 是圣人 所以敬畏他 保护他 听他讲论 就多照着心 并且乐意听他 西律他真的做的 他敬畏他 敬畏他 西律他是一个政治家 如果他自己有信心的话 他就不会做这些不道德的事情 可是他 敬畏 约翰 然后呢 有一天呢 恰巧是西律的生日 西律把持了宴席 成了大臣和欠夫长 并且历历做手 做手朗的 西律的女儿进来跳舞 是西律而同袭的人 都欢喜 所以王就对女子说 你随意向我求什么 我必给你 所以他说了一个很愚蠢的一句话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他是一个非常富裕的人 他叫他们要什么就给你 要什么就求 所以这个母亲 他就看到了这个时机 就叫这个女儿说 他随意向我求什么 我必给你 他随意向我求什么 又对他歧视说 随意向我求什么 就是我活的一半 我也必给你 他就出去对他母亲说 我可以求什么呢 他母亲就说 思洗月恩的头 所以你已经在前面 做了这个应许 你不能这时候返回 你看 你看 你返回 他就急忙进去见王 求他说 我愿王历师 把思洗月恩的头 放在盘子里给我 拿来给女子 女子就给他母亲 听见了 就来把他的尸首 领去藏在 藏在坟墓里 所以马可他写下了 当时发生的事情 所以在他被斩首之前 他在监狱里面 因为他 他讲的这些话 抖罪了这个 西律 马太福音 他写这个东西 不是要 让这个 使这个 约翰羞愧 他要做 他写这些东西 就是要 教我们 看到主耶稣基督如何的 帮助约翰 重拾这个信心 因为这个疑虑 这个问题是可以来的 约翰他去提起这个问题 因为他在监狱里面 这样子的问题 可以在思想上影响我们 因为我们在一个困境里面 你的执事好像是突然间结束了 你面临痛苦 面临一个不确定的死亡 所以这就让他的信心动摇 因为他的困境 这也会发生在我们任何一个人的身上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 会突然间的打击我们 然后我们的信心就硬直动了 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基督 他必须去指示 这些门徒们 关于他们在被逼迫的时候 应该要怎么做 他的家人 你们的家人也许会对抗你们 为什么他要说这些问题 因为他要帮助他们去明白 生命的这个现实 只是会所面对的问题 告诉他们神会与他们同在 他们需要信靠神 可是这些还会发生在你的身上 你们应该要知道的 如果没有的话 你的信心就会被动了 你不知道你的信心会被动了 我记得很多年前 这是我一个大学的朋友 我要去与他传福音 然后有一天他告诉我 我的教会叫我 叫我去洗礼 他说你有这么多的不确定 他说你有这么多的不确定 他说 我的 他说呢 他的那个 他说他的牧师就告诉他 如果你错失了这个洗礼的机会 你就很难 错洗了 被受洗了 因为搞不好是圣诞节 你还有位子可以受洗 所以我就告诉他呢 信心你要慢慢去寻求 你没有了解就去受洗 然后过了几个星期过后呢 那时候他被受洗了 然后呢 他几个星期过后呢 他就说他不要做基督徒了 因为我父母知道了 非常伤心 他们伤心我也伤心 对我来说非常的困难 你看一个人 他没有预备好自己的心的时候 这个人就没有做好准备 那些被拆遣出去做事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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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呢他要去服侍上帝 他的训练是多久呢 六个月 六个月 他是一名律师 放弃他的职业 他就说呢 圣灵来到他的心中 然后叫他去做这个事工 然后他就去六个月的培训 他就去做他的事工了 可是他两个月过后他就结束了 因为他没有办法 他没有预备他 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用三年的时间去训练他的门处 主耶稣基督用了三年的时间 你用半个月的时间 你觉得你可以吗 不是时间的关系 而是我们要仔细地被指导 而不是感情 你需要仔细地好好地被指导 一律会起来吗 你看会的在这里 可是呢 你看 耶稣基督如何的帮助 而死洗约翰呢 在第四节 耶稣回答说 因为约翰问了 你是将来的吗 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然后呢 主耶稣基督呢就告诉他们说 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 就是瞎子看见 瘸子行肿 长大麻蜂的捷径 龙子听见死人复活 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凡不因我跌倒的 就有福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耶稣呢 耶稣他知道 完完全全的知道 怎么样的帮助约翰 这里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约翰呢 他不只是安静的 去啊 有这个疑虑 约翰相信主耶稣基督吗 他相信的 可是呢 他这个疑心呢 却影响了他 所以你做的是什么 就是呢 把这件事情呢 去问主耶稣基督 所以主耶稣知道 完全的知道怎么样的帮助他 主耶稣怎么帮他呢 他说 你去告诉约翰 你们说见所闻 因为约翰知道 知道他说到 关于主耶稣基督的这些话语 他所做的这些行的伟大的这些奇迹呢 都确定了主耶稣他就是基督 所以约翰他需要这个确信 他需要这个肯定 所以主耶稣基督呢 就温柔的充满爱的去帮助约翰的挣扎 所以这也是我们的在青少年营呢 我们的主题 很多年轻人他们挣扎 他们关于他们的信心 他们也许不告诉你 因为你的信心 可是心里面呢 他们挣扎 关于他们的这个信心 他们在主日学所学的 他们都有疑虑 如果再不被指示的话 也许他们有一天呢 就会放弃 这些人他们也许在服侍 可是这个 啊 挣扎呢 也许很久以前就有了 只是没有被拂出台面 所以我们需要去面对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约翰他就去面对 他的这个疑虑的问题 它是一个非常深奥的一个课题 我们来帮助这些青少年 去建立这个信靠 然后不去看见他们 而是帮助他们去面对 你不是其中 你不是只是一个唯独自己在挣扎的 主耶稣基督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战胜这个问题 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所做的 约翰的门徒没有办法帮助他 没有人可以帮助他 除了主耶稣基督 这就是为什么 主耶稣基督呢 要帮助他们来 帮助他来保证他的信心 肯定他的信心 去肯定呢 他在主耶稣里面的这个知识和信心呢 是没有白费的 在这些话语的背后呢 主耶稣基督呢 就是去帮助他面对心中的疑虑 来肯定他 肯定他的这个知识和这个信心 是没有白费的 所以这就是非常美好的 他继续也给约翰这个很误明的鼓励的话语 他就说到呢 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所以这是非常温柔的一个话语给约翰的 就告诉他 就告诉他不要因主耶稣基督而跌倒 因为他的这个信心 要坚持 要继续的去信靠主 他就会被 就是有福了 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这里说到凡因我 所以约翰呢 他是要去信靠这句话 所以你看主耶稣基督呢 他认识约翰 他明白约翰 他知道他所经历的 他也完完全全知道呢 他要给约翰的这个话语是什么 也许我们身为父母 不明白 可是主耶稣基督他懂 所以呢每一次 我在预备这个 饮会的这个 信息的时候呢 不只是 再教多一个教义而已 这个饮会呢非常困难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不知道这些人的挣扎是什么 可是你知道 所以你要帮助他们去面对 去战胜这个问题 去战胜这个问题 让他们聆听 让他们确信 去肯定 所以这就是啊 关于道的这个挑战 这个啊 这个啊 带领境外的这个人 他们如何的啊 带领境外的这个人 努力来到这个盈亏 所以呢你看这个啊 你不是只是读了这些 听句 你就会啊 你的这些疑虑就没有了 你需要的是要一个信靠 约翰 他相信主耶稣基督 他知道主耶稣基督 会告诉他 只需要一句话 他就会相信 所以 他就求 他就求主耶稣基督 问他说 是你吗 还是我们在等候别人 这是非常挣扎的 你里面的这个挣扎 心里的挣扎 他喜不相信 可是他 另一方面呢 他又挣扎去相信 很疑惑的一个状况 可是这就是现实 跟我们很多年轻人 就是在面临这样子的 他们知道 他们知道 他们要相信的是这个 可是他们去挣扎 去相信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就是把他们带到主里 去鼓励他们 去寻求神 去寻求神 只有主耶稣基督 可以帮助他们 所以这里有一个 就是让他们去 发问问题 他们所发问的问题 我都也有发问过 是同样的问题 同样的挣扎 这些问题曾经呢 也干扰了我 可是呢 我们要去问问题 寻求这个答案 来帮助我们的这个挣扎 这就是一个隐秽的这个事工 与这里与你们分享 因为你们不会在那里 我们要做的 我们为了这些年轻人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么重要 我们有每一个机会 可以在那里 为他们祷告 疑慮 这个问题呢 一直都会在 他们要从早 从小呢 就去面对这个疑慮的这个稳穷 这个星期呢 我们会继续的去读到 主耶稣基督 他对约翰所说的 可是 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说 他如何的帮助约翰 去面对这个疑慮的问题 他没有看不起约翰 他明白他的处境 所以他帮助他去战胜这个问题 那就是在下周 我们来到大家 再来 请大家回答 你们想要的问题 我们今天早上的讨论 对 对 所以这里呢 我要与大家呢 要问大家 你们有问题呢 就要去问 不要呢 觉得 不好意思 别人会看不起我们 所以我们要去面对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要去面对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别等待到你 连接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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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等待到你 连接到你 我们要去问问题 然后呢去解决 我们看到这个新闻 然后呢 你看他们 这些是生命 非常痛苦的看到这些人 这里呢有很多的危险 他们知道这个危险 这里呢有一个人 他是铁达尼浩的 这一个公司的这一个 中裁 因为他说 他非常 伤心 你现在呢有 你有同样的问题 因为 这两个啊 船长呢 他们都去忽略了这个危险性 忽略了这个警告 可是呢他们呢 需要冒险 看起来好像很勇敢 可是呢他们的需要冒险 看起来好像很勇敢 可是其实是非常愚蠢的 这里已经有警告了 有 有 告诉你有这个危险了 可是你们还是要去做 所以这个疑虑的这个问题呢 你需要去它 去面对 有不确信你也要去面对 不管是什么问题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问题 你可以写给 写这个问题可以 写这个问题可以 有个需要 знаете 所有哪个失望 你提到这么多大 社长的事发生 so how do you sometimes not mindful like just mindful of who do you actually trust to yes you may have concerns but the question of relationship and trust can be a hindrance part as well so I'm just how do you manage that part as well yeah yeah you're absolutely right there I mean when we ask for help 我们在寻出帮助的时候 我们要怎样去找到一个我们可以信靠的一个人 第一我们有些人要寻求帮助的人 的时候他们就去找这些专业人士 because they are professional somewhere right so can they help well 希望他们可以帮助你 看你要求的帮助是什么 so it could be a therapy kind of a thing okay can I tell you by problems can I tell you by struggles can I tell you by struggles can I tell you all the things there so well the professional is a professional 他们是专业人士 他们会专业性的去为你帮助帮助你这个问题 so we are always all scared about this personal relationship part of it why 为什么我们害怕于要建立一个关系呢 最好可以帮助我们孩子的是谁呢 就是父母 你看到圣经里面呢他们说到呢 神有告诉啊 神命迹呢神有教导 这些父母如何的去教导他们的孩子 父母的这个教导呢和这个牧师的这个教导呢 是仅仅相关的 所以当一个孩子去学校的时候 他们呢去有些学校呢他们呢会有这些牧师 有这些人来帮助这些孩子 不是说这是不好的 这些人进来呢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父母他们没有去教导 没有这个啊 啊 是缘了这个关系 所以你看 主耶稣基督 祂呢 教导了这些门徒 祂教导了这些门徒的方式 是与别人教导的方式 不一样的 你去学习我所教的 然后呢 他怎么教他的门徒呢 他就是在这三年呢 去与这些门徒们建立关系 然后这个关系呢 就改变了他们的生命 和别的老师的教导是不一样的 我们学会有这个关系 跟随他 他就会让我成为一个 得人如得语的这个啊 所以 不是说到专业的这个关系 而是你说有个私人的一个关系 所以 不是说到专业的这个关系 而是你说有个私人的一个关系 学校都如何 好不好 好 你吃什么好不好 他就会说好 好 他只会回答什么都好 然后你回家 我们把他们放下 然后我们继续续续续续续 很多时候呢 我们连怎么样 与他们讲话都不知道 这也是我害怕的 我们要如何的与他们建立关系 我们知道他们是否有挣扎 所以需要一个关系 这是约翰 约翰告诉他的门徒 他的门徒要带着这个问题 去到主耶稣基督那里 约翰呢 他问耶稣很多的问题来帮助他 如果没有这个关系的话 他怎么这样子去问问题 我不是说专业人士的这些帮助不好 所以我们要建立这个关系 你能帮助这些人 去建立这个关系 跟孩子建立关系 让他知道你们爱他 要在那里 管爱他 他们会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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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常困难的 成为父母非常困难 可是这里呢 就一直的鼓励我 去帮助他们面对这些问题 是简单的答案吗 就是 生命记 这里呢也教导了 父母 你要全心全力的爱神 你需要去遵徒神的话 你才可以去教导 你自己要升为榜样 去与他们建立这个关系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称这些门徒们为我的孩子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 因为这就是他与他们的关系 他们就好像耶稣基督 他与他们的关系 这里是说到他们轻蔑这个关系 他如何地爱他们 关爱他们 与他们建立关系 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的榜样 这也是马太福音里面要告诉我们的 他不是限制于某些群体的人而已 他是给所有的人 不管你是会计师还是渔夫都好 不管你是谁 你看到他们的生命 这个是非常混乱的 但是关系 你会认为主耶稣基督的 可是主耶稣基督从一开始 就在那里教导他们 去仔细地去教导他们 与他们如何建立这个性格 你看到主耶稣基督 你要与他建立这个关系 需要多久的时间呢 能有多久 就有多久 可以帮助你的人 就是认识你的人 爱你的人 关心你的人 而这个关系是双方面的 是非常困难的 如果约翰他没有去问这个问题的话 主耶稣基督也没有办法帮助他 他不能自己去 所以他就拆了他两个门徒去 这就是问主耶稣他的问题 所以你看到吗 这是一个关系 我们也许会被动摇 我们也许挣扎 可是你看这个关系 这边非常的重要 谁可以帮助我们 如果我们没有这些关系 那些小孩他们就去找他们的朋友 那些没有朋友的 如果他们的朋友就是电脑 日本就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很多小孩 他们不会去社交 他们只是在通过电脑上面 去建立这些关系 他们不去跟人家讲话 他们只是在线上去讲话 这是非常困难的 过了一阵子他们就不知道 如何的与人建立关系了 这就是日本现金的问题 那些比较年长的 他们要走了 然后也很少人去生孩子 然后呢 长大的这些孩子 他们现在具有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这是日本现在在立避的问题 这里没有这么明显 有这样子的问题 可是这些问题已经发生了 所以我们要教导小孩 如何的去与人建立关系 与父母建立关系 与别人建立关系 与主日学老师建立关系 如果我们没有教导他们 那么他们就 我们就有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不是只有我 而是整个社群 所以不只是牧师的工作 而是每个人的工作 我们去与他们建立关系 这些关系里面 这所有的这些福音的作者 他们要告诉我们 诸书基督我们是可以知道的 我们可以去明白的 我们也可以去相信的 信心是信靠 你要去信靠他 相信他 所以第一我们要先认识 我们不能从零到一百 我们不能从零到一百 有些人你是不能信任 有些人你是不能相信的 尤其是宣经的时候 你会被人家骗 是越来越困难的 去相信人 有些人会给你一封信息 然后与你说话 一下子他们就骗你的钱 所以我们要先认识这个人 了解这个人 我们才可以相信这个人 所以我们要认识主耶稣基督 要明白他 才能够去相信他 所以主耶稣基督呢 他与这个安德鲁还有约翰所说的 就是要他们去 去有一个开始 怎么样的开始去认识彼此 然后慢慢的去敞开心扉 还不是突然间的一个事情 而是要以年单位计算的 去建立这个关系 我与一个父母说话 就是这个爸爸他说的很有趣的一句话 他就说我的孩子学习钢琴 他很喜欢那个老师 所以他就继续的去学这个感情 所以你要有这个关系 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 很关爱他 没有骂他 父母的问题就是一直叫他要练习啊练习 会骂他 可是这个老师没有 我的孩子的老师呢 他的老师曾经在新加坡公众 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 在这里我们看到父母 在这里我们看到父母 可是在新加坡看到女佣 女佣看过孩子 是那个女佣和孩子的关系 更加的好 他们有很多朋友 在结婚的时候 他们尊重了女佣 她带我来 在结婚的时候 他们会感谢这个女佣 培养她 她叫这个女佣呢 从菲律宾飞来 她的新加坡的婚礼宪程 所以你看这就是关系 所以真正的是与你同在的 然后教导你的 可是看到 是女佣 而不是家长 所以这是在新加坡呢 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呢 我不要呢 不与我的孩子同在 因为我要与他们建立这个关系 我希望这能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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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祈祷 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些 不建立关系的这个问题 求你帮助我们呢 去建立关系 获通主耶稣基督 如何与他的门徒 建立关系一样 还有这些门徒 如何的去与主耶稣基督 还有彼此建立关系 我们也不能把这些关系 当成理所当然的 求你呢 可以帮助 那我来说 我恶不羞 我跟他这种关系 会要做发表